张福,山东省城武县马庙村的村民,和村里的不少人一样,时常外出打工,家务室和地里的活全都落在妻子万红的肩上。 2012年10月19日,张福刚好回家,一大早,妻子回了娘家,妻子万红的娘家就在临近的曹县,本来说好下午就回,可到了傍晚也不见万红的踪影。 有两个村里人跟张福说,他们在路上看到一辆停在路边的摩托车,而那个摩托车很像是万红出门骑的。 街坊的话让张福心里一阵阵发紧,顺了大火纸的方向,张福找了过去。 天渐渐的黑了,天上飘起了小雨。 晚上19点31分,110指挥中心突然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,报案人说,曹县的桥底下有个人被害死了。 报警的这名男子就是张福,离摩托车不远的地方,他的妻子躺倒在那里。 警察迅速赶到,案发地点位于山东省曹县古营急镇的陈济村,从这里往南500米是曹县的侯急镇,往东500米就是城武县。 在陈济村东南角的一个桥洞下面,警察找到了死者的尸体。 桥洞是一个拱形的桥洞,宽1.4米,高2.1米。 尸体头冬角西成阳卧位,现场有一股浓重的血腥外。 死者是一名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,在尸体周围有一些喷溅状的血迹。 经过初步检验,侦察员发现死者的颈部几乎被人用力气割断。 在死者的颈部,侦察员还发现了一根尼龙绳,警方分析死者应该是先被人用绳子勒住,然后又被刀割开颈部的。 在一起凶杀案里,竟然发现了两种凶器,可见凶手作案时的心狠手辣。 那凶手杀人,是阴仇还是阴晴或者是谋财害命呢? 警方在接下来的现场勘察中又发现了一系列奇怪现象,案件越发显得扑朔迷离。 在凶杀现场,侦察员提取了血迹。 从血迹的湿度上分析,死者遇害的时间应该不长。 死者的衣服基本完好,没有发现受到性侵的痕迹,在桥上的路面上停着两辆摩托车,距桥五米左右的位置, 停着一个黑色的弯梁摩托车,13.5米的位置停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。 两辆摩托车,其中一辆上了锁。 经死者的丈夫辨认,上锁的摩托车是死者当天所骑。 摩托车完好无损地停在路上,而主人却死在了桥下。 警方分成几组,沿途寻找知情人员,扩大线索的来源。 因为晚上的天很黑,为了防止因为天黑遗漏破案的线索, 专案组决定暂时将案发现场封闭起来, 等到天亮后再对中心现场进行细致勘察。 就在警方准备陆续将办案人员撤出现场时, 案发现场附近躺着的一名中年男子, 引起了侦察人员的注意,那是一个醉汉,躺在那里已经睡着了。 从死者的丈夫口中得知,这名倒地酣睡的男子是他的堂兄张仙青。 一个醉酒的人是怎么来到案发现场的呢? 就在警方纳闷的时候,死者丈夫的解释打消了侦察人的疑虑。 张福说,在他发现妻子的尸体之后, 第一时间就给他这个堂兄弟打了电话,让他赶紧过来。 张仙青骑车赶来,为死者的丈夫送来了手电。 现场发现了两辆摩托车,另外一辆就是张仙青的。 张仙青在把手电送来之后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, 据他说是喝酒喝晕了。 为了保证村民的安全,办案人员决定将张仙青先带离现场。 就在辖区派出所的警察将张仙青带上车, 准备将他送回家时,一个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 侦察员并没闻到什么酒味,但是怎么喊,张仙青都喊不醒。 为了稳妥起见,警察决定先将张仙青带回派出所。 侦察员们兵分三路围绕着死者生前的交往, 经济状况,生活作风开展调查工作。 在死者的家所在的村庄,警察了解到, 万红待人和善,尊老爱幼,从来不与人发生冲突, 但是他在生活作风上有些问题。 张福说,他妻子因为长相漂亮,确实和个别男人油然, 但是他也只是听说没有亲眼见到。 警方猜测,会不会因为死者万红与一些男人有暧昧关系, 从而导致他的丈夫张福殷勤杀人呢? 但是很快警方就排除了对张福的怀疑, 因为他没有作案的时间。 在死者的娘家,警察见到了万红的父母, 听到女儿遇害的消息,万红的父母寂静崩溃, 前一天还在家里一起摘辣椒的小女儿, 转眼间就与他们一阳两格了。 万红的母亲回忆,案发当天下午, 女儿帮着家里收辣椒,就在她准备回婆家时, 家里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。 这个电话打了两次,有一次是在万红准备离开时, 都是询问万红什么时候走。 那么,这个打电话的人会不会是杀害万红的凶手呢? 很快,专案组调取了死者娘家的通讯记录, 针对手机号码的主人,警方开展了进一步的调查。 与此同时,负责现场勘察的技术人员, 在天亮后又一次来到案发地点勘察, 在桥边的路面上,警方发现了一些拖拉的痕迹。 警方分析,死者应该是先在路边被勒住颈部, 然后拽到桥下的。 在拖拉痕迹附近, 侦察员发现了几块黑色的橡胶碎皮片, 共七块。 这些黑色的碎皮片很像是从腰带上割下来的, 而且像是刚刚割下来的。 警方分析,在这里割腰带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作案嫌疑人。 但是,嫌疑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奇怪的举动呢? 这其中又透露出怎样的信息呢? 当天晚上,在古营急镇派出所, 办案人员一夜未免, 从案发现场将神志不清的张仙青带回来。 无论警察怎么呼唤, 张仙青一直不予理睬。 一开始的时候, 侦察员们以为张仙青是故意装的, 问他什么一直在东拉西扯, 说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。 云晨四点多的时候, 悬问室里的张仙青神志突然清醒了。 他说,我想死,我不想活了,我想死。 张仙青的话引起了警方的怀疑, 觉得他这种状态是不是因为吃了什么要导致的, 警方赶紧联系了医院的医生。 经过检查, 警方发现张仙青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, 医生赶紧给张仙青洗胃, 一直到早上七点多, 张仙青才完全清醒过来。 就在警察进一步做张仙青的工作时, 查找神秘电话的警察有了重要发现, 那一电话就是张仙青的。 侦察员们先来到张仙青的家, 在家里他们发现了张仙青的手机, 手机里有案发当天他向万宏拨打电话的通话记录。 案发前与死者联系密切, 种种迹象表明, 张仙青有重大作案嫌疑, 可死者万宏的丈夫却一再表示, 他的堂兄张仙青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 张仙青说他和张仙青的关系比亲兄弟都好, 他俩从小一起长大, 关系特别好。 可警方推测, 万宏的生活不检点早已不是秘密, 张仙青也许是为了维护兄弟的面子而出手杀了万宏, 但是很快他们就推翻了这种假设。 马妙村的村民告诉警察, 张仙青与死者关系十分密切。 张仙青外出打工时, 张仙青时常到万宏家里帮助万宏干活, 但是张仙青面对警察时, 对这件事情极力回避。 那么, 张仙青为什么刻意隐瞒帮助万宏干活这件事呢? 一个村民告诉警察, 与万宏关系暧昧的人当中就有张仙青。 但是, 警方询问了张福不下一百次, 问他万宏跟张仙青有什么关系吗? 张福每次都说以他跟张仙青的关系, 张仙青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 死者丈夫的态度让警方感到困惑, 看来想弄清楚死者万宏与张仙青的关系, 只能从张仙青的身上打开突破口。 张仙青开始的时候一再地表示, 他跟死者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, 和他家也是一般的接触。 但面对曹县警方提供的各种证据, 张仙青最终交代了他杀害万宏的犯罪事实。 张仙青说, 全天下的女人在他眼里都没有万宏好, 他和万宏的关系已经持续了15年。 当年万宏从曹县嫁到了城武县马妙村, 新婚不久, 他的丈夫张福就出门打工去了, 留下万宏一个人在家里, 家里有点粗活重活, 万宏就会找张仙青来帮忙, 一来二去, 张仙青就对万宏动了心思。 丈夫常年在外, 频繁的接触让万宏与张仙青的关系越来越近, 两人最终发生了性关系。 张仙青说万宏对他比自己老婆对他都好, 而万宏只是表面上对他丈夫好, 但实际上还是对他更好。 张仙青与万宏的丈夫张福童年出生, 用张仙青的话说, 两人一起长大, 感情比亲兄弟还亲。 面对万宏, 张仙青忘记了手足之情, 也忘记了自己的妻儿, 在感情的漩涡里, 他越来越不能自拔。 15年来, 张仙青与万宏一直保持着婚外情的关系, 直到案发前的三个月。 据张仙青说, 万宏突然跟邻村的一名男子好上了, 他开始有意地疏远张仙青。 在张仙青杀害万宏前, 他亲眼见到邻村的那个男人过来找万宏, 随后他就威胁万宏说, 我对你那么好, 你不能再和其他男人来往, 你和其他男人来往, 那我也不愿意你, 你丈夫也不愿意你, 随即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 万宏说, 我的事你别管, 张仙青就威胁说,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, 我就把你杀了。 万宏的一情别恋, 让张仙青万念俱灰, 他决定先杀死万宏, 然后自杀。 案发前一天, 张仙青到药店为自己买了安眠药, 然后他准备好了绳子和菜刀。 第二天他去找万宏时, 却发现万宏回了娘家, 于是他接连向万宏打了两个电话。 接着张仙青步行到了案发现场附近, 等待着万宏, 在等待的过程中, 他发现自己的腰带有点松, 为了一会儿动手的时候能发上力, 他就用刀子把腰带割短了。 张仙青期待着万宏能够回心转意, 但是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。 万宏哭着说, 你杀了我吧。 张仙青说我杀了你, 我也活不了。 张仙青供述说, 他看到无法令万宏回心转意, 就用绳子勒住了万宏的脖子, 直到万宏不省人事了, 又将万宏拖到了桥下, 在脖子上捕了一刀。 杀人后, 为了嫁祸给他眼中的那个情敌, 张仙青特意将凶器扔到了情敌家的机警里。 案件告破, 张仙青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也供认不会, 但让警方疑惑的是, 为什么张仙青在作案之后又返回了现场, 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? 据张仙青说, 是为了兑现他对万宏的承诺, 他在吞服安眠药之后又回到了案发现场。 张仙青回到家以后, 吃了70片安眠药, 然后他怕自杀不成, 又准备好农药, 准备喝的时候, 接到了死者丈夫张福的电话。 张仙青说, 即使张福不给他打电话, 他也要去现场, 他要跟万宏死在一块。 随着经济的发展, 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, 张福就是常年在外打工, 造成了万宏跟张仙青接触的便利, 进而产生了一段畸形的恋情。 由于不能正确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, 导致了一场悲剧的发生, 致使两个家庭支离破碎。 如今, 万宏的丈夫仍旧一个人带着未满15岁的孩子在老家生活。 张仙青的妻子也和张仙青离婚, 带着孩子另嫁他人。 而张仙青也将因为他的行为接受法律的制裁。